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是谁啊 没人 秀竹哥 你的充电器 都盲婴了 装还在找他 昨天看你睡觉的样子 我突然想起来 我们认识了那么久 我都没有给你画过一幅画 不过呢 记得啊 不管再累也要好好睡觉 好 谢了啊 你学他干吗 你们海报的创意啊 就是他的点子 有人在我的党服务里前 放了一张海报 我受了点启发 不然怎么可能这么快交差 我就说修竹哥 怎么这么快就盖了项目的灵魂 我就说修竹哥 原来是有外援啊 费心了 推广的事情你有想法吗 不过现在你钱 确实是太少了 在找你画画的呗 他喜欢你 什么忙都愿意帮 你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你还是真不挑啊 你什么意思啊 看来朱小姐挑男人的眼光 还真是不怎么样 李璇你差不多得了 他追你还是你追他呀 我说你差不多得了 你该不会是在吃醋吧 你怎么还那么自恋啊 那坏坏地跟你表过白了吗 不会又什么自己自作多情吧 你用不着这么阴阳怪气地 侮辱别人吧 我就算跟他再起了那又怎么样 我欠你的吗 我是喜欢过你 那又怎么样 你去街上随便问问 谁还借自己十八岁爱过的人 你大一的时候就爱上我了 可惜那会儿我对你根本就没感觉 你接着装 我只记得 有人就爱坐在我身边 从上课开始盯我 一直盯到下课 我课上随便画的流程图 养宝贝养简走 你告诉我那是谁 我还记得有人为了认识我 在食堂故意偷吃我的饭 程序课总是最后一个走 就是为了抗着圣机作业 还花几百块钱做头发 来跟我表白 什么怕我被人给抢走了 最可笑的就是 有人最爱说这些幼稚的话 你选我吧 我绝不背叛你 怎么看他 改说不说 你要是过 大老爷们儿发什么奏账的 不是里轻人这话真过分 那不错人 姑娘 你也不想想 就你这条件 不是人家天天保着你 你连工作都找不着 还能在这儿看书 那活不都人家干呢 就这些都不说 就人家买那一块显卡 够我们一约工资了 还真是 要谁送我一块泰坦 我直接挂岛子的事 你们都别再废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